大塊烏魚子用小火烘烤到表面微焦 再用刀子斜切發出清脆的聲響 可以看到裡頭綿密細緻 一口咬下好滿足 口感上很甜很乾 這些烏魚子都來自台灣最大的產地 雲林口湖占了全台七成 其中又分為野生和養殖 客人上門會特地詢問野生 還是養殖是有原因的 養殖的烏魚子尺寸較大 口感綿密野生的則是比較小 口感也鬆散 用最大的 都是大廈去試試 因為暖冬的關係導致養殖烏魚減少 雖然從海外抓來的烏魚稍稍補足數量 而價錢也維持在四兩五百元 常常在講困難困難 困在家裡是最難的 但是出去要走到國際的殿堂 那並不是說馬上說 你要走出去就那麼簡單 雲林口湖每年烏魚子產值四億五千萬元 占了全台三分之一 但無奈訂單只能困在國內 無法成功外銷出去 業者希望新政府上任能帶著他們 不僅大陸沿海更拓展到更內陸的地方 甚至大賺全世界各地的烏金財 我賣的出去錢賺的進來 那經濟就起灰了 記者廖文斌公益德張志凱 雲林報導